Hello 你好 我們要解一解話 不然有人會以為 你們一定是迫害探長 探長不開心 他就不做了 不會 他去了花生台 他去了花生台 台慶 有關他什麼事 他經常有邀請他 他是嘉賓 要去的 探長很受歡迎 有英俊 迷死萬千的痴女 痴肥的那些女 是痴迷你喜歡他的女 今天告假 不重要的是 女王跟我一樣 我不是怪獸 你以前那個就是怪獸 誰是怪獸 女王與怪獸 嘩嘩嘩 你真好記性 我是羊咩佬 羊咩佬 羊咩佬 就是羊咩佬 剛剛 為什麼這個禮拜這麼開心 因為有很多話要說 整個禮拜發生的事 我想你的血線中環都說了很多 有很多都可以 每天都有新鮮的事 天天都有 天天都有 說新鮮的事先還是怎樣 你喜歡的話 可以從這個 玩東西講起 好嗎 當然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聽了那些 女人的主席說 不要玩東西了 不要玩東西 那不要玩東西的意思是 不要搞那麼多 鬧鬧事 總之大家乖乖地開會就算了 但這次說完 玩東西這次更好 當然是 立刻玩東西 是啊 午餐肉 我們不吃的就留了它 什麼叫做玩東西呢 就是 原來大家做一些動作出來 以前就叫這個小動作 做一些小動作出來 就使得整件事彎了 是 是 大家很多人就說 拉布就是小動作 但是大家就沒有想到 拉布最初的時候 那些人為什麼會拉布呢 這裡中環都講過 是 決戰中環講過 是 最早的時候 但我覺得我們其實找一集 是要有一個政治BB班的 政治嗎 政治BB班 不是 小BB班 小學雞班 是打開新聞就看到了 雞全部都是雞 全部都是小學雞 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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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做一個政治 不用正確的 但是資訊就正確的 就跟大家說一下 何惟拉布 到底浪費午餐肉好啊 還是不浪費午餐肉好呢 是一個很難的抉擇 總之 拉布在外國的議會 最重要呢 就是一個力量 就是 少數的 沒有辦法 投票贏過你 多數的 在民主政制裏面 又不會去讓小數的 多數贏了你就算了 不會豬死的 不會握死 不會捏死 是 因為不是極權的 不是極權的 所以呢 讓少數的又出聲 是 那麼少數都出聲的時候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就是運用一些 那些 一些呢 我們說 小點子 嗯 就把那個問題 孔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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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做一些反抗的姿態 嗯 其實最後的反抗呢 都是不能夠成功的 是 因為你最後那個機制是投票 嗯 一投票你不夠人投票 一不夠人投 你就會輸了 其實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是的 都要做出來的 是的 因為以前呢 很多種方法呢 就表達他那個 不開心 或者不反對的意見 嗯嗯 那麼 加利略呢 給教皇呢 嗯 暗時 如果你不改你的說法 地球是中心 太陽不是中心 的話呢 就麻煩你呢 就有些行營的工具 丟到桌了 嗯 枷鎖啊 捉你去火營啊 燒啊 那當然在最後都要說 偉心的說話 都承認了 教皇說得對的 雖然 上個教皇 准許他 兩種說話都說了 嗯 即是地球中心 和地球中心都說了 嗯 但是呢 新的教皇就說不行 一定要跟著聖經 嗯 這樣的情況 他都要 屈咒 是 屈咒但是呢 聖經裡面真的有一個天體的 是啊 地球停過也算過了 停過也試過了 整個地球停了 是 不動也試過 但是呢 如果 那些人信到黏了線的呢 嗯 就不用那個意思來解釋 就用那個文字來解釋呢 那就 好 這個世界就很窩了 嗯 沒有進步了 是 那麼佳奈略呢 雖然屈咒 是 要投降 嗯 就著你的說法說 但是呢 你看他的表情 和他走出來呢 大電的時候呢 他的姿態呢 就是一種反抗 嗯 到最後那些人說回頭呢 就說 他原來正在反抗的 他的心在頭說不是的 嗯 不過你逼他呢 他就知道 因為他知道要留得青山在嘛 是啊 如果不是呢 就好像 Bernod 另外一個神父Bernod 就被火燒燒了 嗯 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行為呢 在弱小的時候 他不能夠抵抗的時候 不能夠公開抵抗的時候呢 他用了另外一種方式抵抗 嗯 拉布其實就是這其中一種 在外國議會都經常會用的 是啊 但是香港的人好像不太熟悉 以為一定是長毛搞出來的 嗯 拉布這件事呢 外國沒有的 這樣 最初一定有 沒有那麼粗暴的 它是一種 逢是反抗一定是粗暴的 嗯 其實呢 你有沒有見過你 上湯雞的時候 雞很斯文的反抗你 不會 一定會硬腳的 是 一定會硬兩硬的 嗯 所以呢 不過這樣另外說 又說回頭 是 如果呢 在議會上呢 太過粗暴呢 我覺得呢 不需要的 嗯 好像在韓國 是 是 在台灣 有些地方 埃及也須要打的 嗯 起身過去 拉人腳 台灣整天覺得很精彩 打到七彩 是 我又覺得呢 又不需要 就是 是表達了 人民應該知道的 嗯 知道 不過呢 就是 就是 外於 這個制度呢 根本本身是不公平的 嗯 根本呢 那個本身 那個議會本身 那個 成立的那個格局呢 就是 欺負死你了 是 欺負死了 那你沒有 唯有做這些反抗的 方式呢 嗯 你會表達呢 少數 不能夠 多數 最後來的 最簡單就是 喂 其實 我明知道我是要輸的了 我明知道我是要死的了 但是 我畢竟是 就是說 我是代表那些議員 畢竟我是 選民選出來的 嗯 閒閒地 都少少地 都要幾萬票了 那我進來 我不能夠真的 喂 我就這樣每個月 拿十萬 八萬人工就算的 我都要代表那一堆的選民 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意見 是不滿意 不想這個政治 和這個局勢 操控在一班人手上 那你是要做到那個姿態出來 就說我是不服的 還有其實這一種垂死的抗爭 正如你去劏一隻羊 或者劏一隻雞 或者是水魚 都好 他是想像不到那麼大力的 因為他知道 他要死的了 他是要 矛盡全力 來救回自己 哪怕他知道 他是 你是大衛 你是大衛 你是Goliath 哥利亞 是的 但是他都一定要試 因為他有機會爭脫到 他有機會 他會令到 走過有人見到 不如去幫他 引起別人的測忍之心 那個動 他已經有機會 有一個生存空間 而且一甩手 可能他都可以生存到 但是現在的議會 就是說 他怎樣都要做這個姿態 就算知道沒用都要做 就是換成一班 不關心的人 但是香港的港珠就是 因為你有你掙扎 你不單止換不起他的測忍之心 還令到他相當之厭惡 沒錯 譬如你 我覺得最愚蠢的方法 就是你 直接反對拉布這樣的行為 尤其是大多數派 在議會上一定會聯群結黨 有個黨邊負責 你們一致行動 一致投票 這是對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 但是既然是這樣 就更加需要容忍 或者給一些機會 那些少數的人出聲 如果連那些聲音都不可以 例如拉布 這個行為 就是很破壞議會 這樣呢 這個我想 都很落後的思想 而且很 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將拉布本身的原意 就委曲了 但是當然 你說拉布拉到去 一個斬人 英國議會試過刺人 所以在對的力量 後面的人和前面的人 是有一個距離 是手的對的 前臂的距離 就不讓你後面 有一個握把刀刺 試過刺的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是少數 或者少數 最後都要服從多數 不夠投票 都要服從 但是呢 少數出聲 有反對的聲音 是應該有容忍的 是 除了容忍之外 他可能做了一些 合法 合過會議規則 你給一些 訊息來看 這些訊息 都應該容忍到某個程度 當然 你不能拉到去 一年後 都有一個程度 最重要就是 這件事本身不是罪惡 現在你唱歌唱到 變成罪惡 我覺得 唱歌唱到 變成罪惡 反拉布 我只要去反拉布 因為我很喜歡香港 喜歡香港 只是容忍到有拉布 是的 問題就是 你要拉布 去到什麼程度 而不是拉布 本身是一個罪惡 本身是一個罪惡 你唱歌唱到 變成罪惡 這件事 就是一個 壓抑 大多數 壓抑 少數人的 抹黑唱衰 所以我就說 我們應該做一個 低B班 低B 中B 高B 的政治班 就是很短的 不是一個節目 一個鐘 一個鐘個半鐘 而是那些 三幾分鐘的 細節 讓人們在Facebook 自己傳開 為什麼要拉布 你面對什麼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拉布 例如那個議案 他是要獲得撥款 要獲得通過 然後立為法律 在立法會裡面審議 但是他明明是 違反香港人利益 譬如說 現在這個民生議題不解決 醫療又搞不定 住屋又搞不定 你真是建立大白杖工程 這樣就自然要拉 因為你沒有理由 真是六千億 走去建立高鐵 三跑 以及港珠澳大橋 對嗎 就算拉 也未必一定拉贏 最後來也是會輸的 問題是 民主的心態就是 要被人出聲 要覺得這件事是他們的武器 他們抗爭的一種姿態 不讓人抗爭 那這個就是一個極權 因為不讓人抗爭就是一個極權 但是鄰近地區 的確是一個極權 對於奴隸主和奴隸的關係 沒錯 那有一個官 中棧 這個我看完之後 我又真的拗了頭 還有眼火錶 他說 如果沒有那麼多抗爭 香港會好很多 那當然 不用抗爭 不用請他 是啊 他不會想怎樣 是啊 傻子 如果他沒有抗爭 不用他做事 就不會請幾十萬請他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有抗爭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解決抗爭 最佳的解決方法就是 為何人來抗爭 你有沒有發現 香港人有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我開始留意到 現在才留意到 早些人不知道 發覺他們之所以會這麼冷漠 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奇心 香港人沒有好奇心 不想知道 更加不想用腦 因為你說的政治 政治很深的事情 誰打誰 我不想理了 總之不要搞到我就可以了 想偏安一遇 得過且過 有飯吃都可以 全朝做下來的 這個心態 根本不想想 無關我事 最好 你發覺大家 你知道 現在很喜歡講 什麼 玉華 中國人 中華民族 遇事等等 不要緊 很重要 我又要說回新浩人教授 那句 你要做就做中華兒女 不要做馬列子孫 當中有分別的 你看回台灣 台灣人很關心政治 又不只像香港人 總之搞不到就行了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來 我發覺很多這些人 還有 我覺得最要搞清楚的 你知道 我這裡經常都會見到不同的人 然後 有時候就不好意思 要趕我們早點離開 因為我們要做節目 要做直播 就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我們待會有一個直播的節目 可能十點半就要請你們走 因為我們要執場 我說是嗎 你做什麼節目 我們可不可以留在這裡看 是不是Live Band 不是Live Band 不是Live Band 我可以留在這裡看 我說什麼 不好意思 不是我們網台節目 我說什麼飲食節目 我說不是 那你說什麼 我們說時事政治 蛤?時事政治 然後他們就開始發表他們的偉論 有的了 有的了 馬上就發表偉論 那些偉論 早幾晚就有 一班傑出人士 你知道有樓有車 有外國護照 那些傑出人士 即是傑出青年那些 很傑出的 跟他們的對話 很明顯是分成兩邊 但是我擁護那邊 自由、民主、博愛、平等 當然是佔少數 因為人家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向利益看 就算是你那些人 你那些人都是向利益 沒有不同的利益 大家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是長遠一點 有些是近視一點 自私一點 或者是大眾一點 他們的利益很重要 他們的利益就是 原來有份贊助 不是贊助 叫什麼呢 資助 有份資助 是在一個機場衫跑的 這間公司 然後他就說 我也很討厭大陸 不過 你一定要知道 其實沒有大陸 我們才會死 然後 當我說大陸的問題 我想很多聽眾 如果有和身邊的親戚朋友 有這些話題 你都會發覺 一模一樣的圖案 當你跟他們說大陸有什麼 壞的時候 他就說美國又如何壞 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 那晚有一個人想拋我 他就說 印度啊 最大的民主國家 你看人家搞得怎麼樣 菲律賓是 他沒有說菲律賓 他只是說印度 然後他就說 印度你有沒有去過 我說 我在那裡住了一年幾兩年 你想說北面還是南面 立刻轉話題 悶獲走了 探長的說法 然後當你跟他說 這個 既得利益者 得到的利益 其實是 利益不到我們小市民的 基層的時候 自私 是的 他就說 是滲不了下來 因為你需要給時間 然後又說 他們已經進步了很多 進步很多 不是等於 又達到那個標準 是的 這個就是前朝做下來的 因為你知道英國 是一個很舊的帝國主義 是 還有他做殖民地主義 他有幾百年歷史 嗯 這些人已經 就是 狐狸精 很老 很老狐狸 老狐狸 真的很厲害 那麼 他經常運用了這四個字 叫做安定繁榮 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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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定是安定繁榮 安定繁榮 自治的殖民地 最重要是 其實用回現在的 不好聽的名詞 叫做維穩 是 即是維穩 是 你跟我們決戰的partner 蕭公子 說的一模 一樣 是嗎 果然是 我們大家都是這樣見解的 所謂的大英雄 大家都是這樣見解的 在這個這樣的維穩 或者安定繁榮的大前提下 第一 千萬不要反對英國 是 代表英國的英國淚王 是 或者整個王室也是 所以呢 這是一個罪行來的 嗯 我們以前做電視呢 你說什麼諷刺那個地方的政府呢 都不是這麼大罪的 嗯 千萬不要諷刺英女王 嗯 或者英女王的皇室 有的皇室的那些 member 你不要搞他 但你搞了他也不會拘捕你的 他也會容忍 他會生氣 他會小氣 他會小氣 方丈 或者他會派個高等華人來黑臉 派鄧小姐來黑臉 然後說一些Queen English來罵你 但問題呢 他會罵你又不是很直接地罵你 是他也是很暗悔地罵你 但大家懂得聽的 是 因為英國佬最喜歡用這些 有骨的那些說法 是的 具具潛台詞 但現在呢 這個呢 小嫂聲音響代詞 就是怎樣說一些政治說話 就含有潛台詞 你聽起來呢 你是明白 但你抓不到他 最近呢 如果你留意呢 希拉里和特朗普 去過紅衣主教那個 那個大會吃飯 籌款大會 兩邊都是說潛台詞 嗯 兩邊都說一些 不要聽說一句 鹹鹹的濕的潛台詞 是嗎 例如 他說他有些事情 你握個女人 握個女人 其實他就是說 你握個女人 不過他的表面 這是Hillary 說的 Hillary 說的 很絕術的 是 就是 罵你 那些人大家就笑 還要不要笑到很大聲 在心頭騎騎一笑 就有一個很卑士的眼光 看著你 特朗普 聽到之後 英國佬太人這個方法 就是 使你 偽 掩著心頭 偽 這招好 讓你內傷 對 讓你內傷 讓你內傷 就不 使你內傷之餘 你吐血 都不敢對著他吐 靜雞雞 靜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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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這些 以前 靜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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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了一些方法來制製 但不會說用暴力制製 不會說法庭申請禁制令 禁制令 禁制令不准做 還有不會去摸底 即是我要建公屋 但我要摸一下那些人的心意 他有吹風 但沒有摸底 吹風是一定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吹風的意思就是 他看看反應 大風浪 走旋就不斷走到幾多海里的衝突 讓不要兜頭浪 遇到正 嗯嗯嗯 細風的時候 你那邊細的 他會走快一點 是 這樣就用來調節 所以 在那時候 這個管治 雖然是靜雞 雖然我們說 靜雞不一定是衰 狡猾 狡猾 即是中文叫狡猾 其實不是 狡猾是貶義 是 在英文 靜雞 有些是想辦法 出頭的意思 未必一定是害你 香港 我們中文 一用到狡猾 就一定是害你 所以 肯定未必會害你 但是 轉個彎去處理一些事情 好 是 精 精巧 走精面 走精面的方法 為什麼走精面呢 因為 最後面的原因 就是 使得這件事和暢 就是不要激發一個 這麼 尖銳的鬥爭 現在就不是 現在 剛剛倒轉 現在我們梁特首 就是要製造尖銳鬥爭 不止梁特首 他這個做法 是很貫穿 鄰近地區的政權 做法 他由立黨 不是立國 立黨以來 都會走一個路線 那麼 他就很貫穿 你又催不上 他是特別一點的 因為 之前那兩位 都有 港英餘孽 那種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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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種味道 大家前一陣子 在Facebook都被散開 那種味道 就說 那種味道 那種味道 他又不覺得對方很帥 另外一個問題,最近又響起很多迴響 這個又令我鼻頭很皺 香港是不是三權分立 你先說,我知道你也有很多話說 沒有,你先 你先 你先 是不是三權分立的一個好地方呢 他說基本法沒有說 簡單來說,如果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就沒有今天了 為什麼我們還看到有立法會呢 然後有高等法院 有首席大法官 為什麼會有上訴呢 為什麼會有終審庭 然後還有一個政府機關 什麼三件事呢 為什麼之前那一年 還是一三年的時候 我忘記了 鄰近地區的習肥仔 就說要三權合作 如果香港不是三權分立 他為什麼要強調三權要合作呢 他不是分立就不需要合作 一權全都合作 沒錯 一權自說 就不用三權分立自說 你說基本法沒有說三權分立 基本法也沒有說特首超然 對 但是不是啊 原來有一個姓張的大陸 撐走出來 說一說 突然之有人就覺得自己做了黃馬垮 然後走出來說 是的 我的確是超然於三權之上 這個三權分立 其實在現在世界 不要說民主政制 在現在世界的潮流 浩浩蕩蕩蕩 是浩蕩蕩蕩蕩 是不會落伍的 不是三權公立 一權話事 這個專制的一個權 唯一一言堂 這個就是落伍 我想在我們祖國大陸 都不想希望是這樣 都希望在人類的社會裏面 能夠有互相制衡 有互相尊重的一個權力 不過呢 他最後都要歸回黨 都倒了 踩了 殺到來了 他還拿了一些東西 就是我話了事先 不要講這個問題 先講回香港 香港為什麼要立一個基本法呢 為什麼要香港的口號叫做 港人治港 就是因為要用香港人的生活習慣 不要變化 仍然維持他生活上最重要的 以前下來的規律 不是港英的規律一定好 但是港英下來 英國的三權分立 這些是香港人 習慣了幾十 我想都有開埠 一百年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年 都有成五代了吧 四五代的人 是這樣生活過 這樣生活的 這種生活 就不能夠立刻改變 或者想說它改變 因為我已經不同的生活 我一定調戲不順 要氣不順 要不就造反 要不就生活得很不開心 那我才知道 但他不在乎你會不會開心 不在乎 就是因為 為何要你設立基本法 為何要設立港人治港 就是希望你們 轉了旗之後 都生活開心 那你就後面更加可以發展 但恐怖在什麼呢 恐怖在現在阻止這件事 恐怖盡沒錯 就是當初上來開心的人 死了 死了 慘了 落了下面 上了天堂 那算是不會上到的 他有份禁制的六四那晚 不知道他了 他不是下訂單 說不理你 總之早上六點鐘 清冷了場 我不相信天堂地獄 我就覺得他已經不在了 我總之覺得他被火燒了 燒完了 搜到海了 但是現在繼位之後 之後的人就說 那天有什麼事 但我不在乎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找他 你去找他找他 那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去看他找他 還沒倒閉 但問題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些這樣出來 說 夠膽說香港不是三權分立 就是因為有人說 現在 申請禁制令 本身就不尊重 整個三權分立的精神 是 那這件事 是 浩潮流 你是一個唐臂當居 就是說你愚蠢 沒理由會這樣做的 這樣做是不對的 但是一定是為護主 一定是護主下 就說 根本沒有三權分立 那為什麼說他違反也沒有 其實香港一定有 剛才你舉了個例子 阿澤先生說的 就已經證明有三權分立 還有 為什麼有法律 法律是 能夠獨立 不是受到 為什麼不是梁振英一句說話 就有一條新法例出來 不是權力 可以制條 浸積皇帝 我說了就是 一定是依法萬事 你開心死的就是六八九 一聽到浸積皇帝 浸知道了 然後就拿紅珠沙批 你猜他不想 他做不到的 就算在國內也不行 當然 習皇帝在這裏 都未到你做到這樣 不過他很想在一個狗犯之地的香港 自居為王 你覺得他嗎 我覺得他是虧 香港虧的虧 偷虧的虧 他不是想明目張膽 不是虧國 但是虧權 虧權 他不是想 大家都知道不能夠強行來 只有偷偷地去打包 他只是希望打權力 何包 就不是去硬硬霸和 霸了那個位 他沒有這個能力 唉 亂講四人磅 是不是 是不行的 快要有會開了 鄰近地區 看看有什麼好事發生 那我就覺得 因為三權分立在香港人的生活裏面 已經是一個根深蒂固的 他們能夠信賴的制度 亦是大家明白 為何要設立一個立法會 立法會除了立法之外 還有很大的功能 就是用來監察政府 是 如果政府不受監察 沒有一個權利的監察 你結了 這樣就變成一言堂了 我們就很結了 就說了事 說了事是什麼不好 你當然不好 說了事就是 遇到你有一些事是你自私自利的 或是你貪污的 你貪腐的 你作了事 那你就全部遷就你的私利 所以一定有人 到時不止這件行李 可以在外面拿進特區 什麼都可以 大哥 他連雙鞋子 要對襪都要你幫他穿 都可以的 如果這樣的話 香港就不成一個 現代都市可以 國際貿易的都市 因為大家不相信你的 那晚那些既得利益者 即是有份投資 機場三跑 那些人 就說 你應該慶幸香港 還是一國兩制 你做得上Facebook 我那一刻當然很想剷他 但我鱷魚 我也有收你錢 算了 不要剷得這麼行 大哥是不是白癡 什麼叫做我要感恩 我還是一國兩制 都用Facebook 你應該的 本身是英靈份 大哥 現在世界潮流說 用Facebook是人權之一 只是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 我知道 但是老閘 老閘 你的腦頂 你的對上幾手 鄧魯 都承認 答應了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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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人說 但是 實際上 他在做什麼呢 如果是香港 就不會現在搞成這樣 我就不覺得是單純 是六八九一個人為禍 這麼簡單 如果沒有人給他膽子 這條鵬春做了什麼 這個亂港四人幫 你也看到了 除了六八九之外 還有三個勢力人士 是在支撐著他 這些人呢 就 拾沒以待 慢慢拋出來 不知道不少人 吃花生 吃花生 昨晚三權不立 有一個權 到現在 香港是 站得很硬的 這個就是 司法 對了 為什麼 到頭來 你也要去法庭申請一個 臨急開會的 interrupt injunction 是 因為那個 那個法庭的力量 大家公信 是信有力的 以及公正的 還有呢 那個力量是 有一個傳統下來 不只是香港那八五年 是整個 後面的理念 有幾百年的理念在這裡 這是英國 common law 的理念 這個自從大宴章底下 之後 就一直下來 世界潮流的 推動力之一 所以 你也要去那裏申請 interrupt injunction 一個臨時禁制令 現在禁制令 是會生效的 如果官判了你 那就是說 你的權力本身 司法的權力很大 你的權力 那個權力是獨立 如果不是 有一個權力 是 蓋上這些 根本不用去申請 interrupt injunction 你說也可以 如果不是 三權分立的話 就這樣 六八九一句說話 就有條新法例 很多事情都可以 有條新法律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用什麼審議 還哪有拉布 這個世界還不需要有監察力 因為 不需要有其他的聲音 有其他聲音 就算聲音是否正確 都要給別人發聲 這就是三權分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容許 所謂的容忍 不是容忍你犯罪 或是容忍你一些不法的事情 因為在合法底下 在合法底下 你是可以有權 有一個力量 或者有一個權力 是你去作出反抗 這個是容忍 容忍你有這個權力 不是容忍你非法地去反抗 所以我覺得 你非法地去到一些情況 你用暴力來反抗 非法地有問題 是不是去到這樣的臨界點 都會成問題 這是要執藥的 但問題是 正正是現在這個趨勢 連這個都沒有 這樣就是一個 香港準備沒落的象徵 如果根本有人走出來說 沒有 香港根本沒有三人一流 這個人就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說謊 都不實際 但這一群人 我經常都會面對港豬 總之不要問我為什麼 總之很不幸 港豬會相信這一套 我們一開始已經說 拉布不好 浪費政府公帑 賭錢落海 同時 他們都會賭錢 即是說沒有大陸 香港會死 回歸的時候 香港佔大陸 就三成 還是七成的GDP 現在就剩下三個巴仙了 好像七成跌到三成 七成跌到三個巴仙 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很不要緊 但其實很簡單 幾個說法 我的心臟夠佔我全身的 不知道可能五個巴仙 我的心臟不是拳頭這麼大 你試試拿走我的心臟會怎樣 但你可以拿走我二十磅肥哥 OK 沒問題 這個不是那個幾成的問題 這個在最早的時候 未回歸之前 很多人都說了這個問題 就是香港是整個大陸 或者整個中國 將來慢慢走向和世界接軌 走向普世價值的一個趨化劑 你跟我明白 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 尤其是有利益的人 他們真的埋沒良心 我剛才說 你跟他說大陸的問題 大陸的問題 牽連到香港 包括詐騙 電話騙案 誠訊問題 毒食品 等等 他們就會說 美國很好嗎 印度又怎樣怎樣 菲律賓又怎樣怎樣 這個時候 其實你說美國 菲律賓和印度 I could not give a damn 因為 I don't live there 我住在香港 香港我要交稅 我是受到大陸的影響 我受不到其他國家 你問我 杜特爾特怎樣瘋法 他這麼白癡 我就嘲笑一下他 他最近開會 我跟他分手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我 大哥 小三 斷弓二拉 貴地求包養 你看到那個樣子 你真的覺得 大哥 拜託你 不要做國家元首 但是 我也聽過很多崩妹 是稱讚他的 說他是一個很好的總統 那就是你有什麼人民 有什麼政府 還有是什麼利益 最後 因為 第一個 直接感受 就是 誰給你利益 給你利益 那個 就會好 這句話 在中國 應該早就說 有奶便是娘 他沒有奶餵你 這個就不是你媽媽了 是女人都是媽媽 有另一個看法 是女人都有奶的 那些奶是被你吸引 使得你肚子餓解決 現在就說 有奶餵你那個 能夠願意餵你那個 那個就是媽媽了 那就是說 他又不理血統 又不理親情 又不理關係 他就是理誰給利益 有理那個就是他的主人 這個跟奴隸沒有分別 完全沒有 做奴隸都是這樣的 就是 哪個奴隸主給飯吃 他就幫哪個奴隸主工作 這個世界 剛剛我們說 人禽之變 就是 中國的傳統的道德 或者教育 剛剛相反 你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會忠於一些 你的道德價值 不是說 那個有利益給你 只是有利益 那個原來自叫做 你的主人 你的主人是仁義 所以說 有些人說 有些聖人說 就是 你有殺身成人 捨生水義 你寧願一條命都不愛 不要說利益 最後的利益就是一條命 所以 我又覺得 香港你剛才說的那種 就是太過 這個都是跟前朝的 有關係的 就是 給一個眼前的利益 蒙蔽的 前朝很多次 都是用這種方法 來麻痺人的 殖民地心理 一定是這樣 大家都覺得 九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本來都沒有那麼厲害 你說六七暴動之後 有沒有人想移民有 有 但高峰期是什麼 就是八九六四之後 你見九幾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讀書 每個同學都有人移民 總之一班都有人移民 當然有人去 真的有人走 但是現在的人 就好像說 沒有啊 沒事啊 又回來了 回來了之後 那些人斷片失憶 我又說回那晚的經驗 我跟他說 這個國家八九年的時候 還在坦克 開入城 打死那些學生 反抗者 手無寸鐵 我說用彈武彈打在學生上 我說國際社會強烈譴責 有片有真相 然後我說文革 三十年前的事 這更加明白 我說毛澤東殺了一億人 這更加明白 我說你跟我說 這個民族有多厲害 他說進步什麼 進步就是 因為他今天沒有拿坦克 就行了 這樣就叫進步了 他說你說這些做什麼 他說 2016年 現在 這個呢 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經常 我們說 有些有識之事說 他說 香港呢 仍然需要有歷史教育 為什麼要有歷史教育呢 不是 他不知道後面的意思 現在歷史教育後面有一個意思 有一個意思 歷史最大的意思就是 因為歷史是鏡 這個鏡 唐太宗說 很真實地反映給你看到 你的樣子是怎樣 你的樣子是壞樣子 這個鏡就是看到你的壞樣子 你的人格是壞 你的行為是壞 你怎樣做 外面穿到怎樣漂亮的衣服 化妝又怎樣 你一給這個鏡 歷史的真正 真是厲害 照 你照妖全部都跟出來 其實照光所有的壞事 黑暗面 壞事 為何要照出來呢 這個 那時的皇帝教訓自己子孫就是 你必須要看回自己 歷代壞事 以死為鑑 以死為鑑 看到壞事 你才可以知道 有什麼避忌 有什麼不做 有什麼是壞到自己看完之後 臉紅 很醜 自己差不多躲在地上 挖個洞 都不敢見人 是 這樣呢 這個歷史 這個歷史意義在這裏 不是這個歷史是看到 你怎樣光榮 嘩 我長安 在唐朝的時候 多大 大過現在西安十倍 我呢 有花界 有幾萬槍技 叫張台 於是乎 那個狀元 要乘一隻馬 走過那裏 他不會這樣說 他說 我們現在東莞 比當年厲害 這個花街柳巷 是 問題就是 你要照一些東西 是壞的出來 讓大家警戒 不會做 歷史 歷史給予真相 為什麼歷史給予真相 因為 好的真相 一定是個式講的 現在就是問題 我們需要 他壞的真相 都給予同事給予你 那你呢 才可以有警戒 以死為鑑 這是歷史的任務 歷史的一個警戒監察教訓 你說 原來 讀歷史就是讀好一面 只有 說 怎樣威猛 這三支紅旗 怎樣飄揚 怎樣威猛 怎樣威猛 怎樣成功 這個呢 你可以說 但是 同時 你要說他那些壞事 喂大哥 但是 我又說但是 但是 現在的國歌 鄰近地區的國歌 第一句已經是笑話 第一句已經是謊話 這個風雲的主旗曲 在那時候也有他的時代的需要 但是你想想 今時今日你還在唱 《慈賴不願做奴隸的人》 喂 現在的人不是以前做奴隸歌嗎 他沒有不奴隸過 今時今日 這個呢 都說他那時候 這個 《兒女風雲》的主旗曲 他有他的歷史性 有你那時候的意義在那裡 問題呢 你不是 逐個字 好像《聖經》 逐個字 跟足來解釋 要看背景 嗯 我現在想說 就是 歷史的意義 不是說 用來宣揚 是 不是用來 做Promotion 政治的 政治宣傳 政治宣傳 但是 講你好的 講歷史呢 解回你的朋友 這個 如何好 如何威猛 是要講 沒有的 我當然有拿東西 應該後來 最後講 千辭 先講壞事 有景 問愛國的歷史做什麼 好 講歷史 我沒那麼熟 《決戰中環》另外兩位 是很熟的 楊漢群和蕭公子 兩個歷史很熟 你也很熟 但是呢 說剛才鄰近的那首國歌 他們的作詞人 那首歌的作詞人 田漢 是怎樣死的 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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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是文化大革命 經常鬥死了 還給了一個罪名很激 不然他是賣國賊 不然他是公賊 又是這個國民黨 嘩 慘了 變成了 就是說 將所有死罪 就安了下去 如果以前安的那條死罪 就不是這樣 那條死罪就叫做 大不衛 總之你罵皇帝就不對了 罵皇帝不對就死了 以後以前 後來 這條大不衛的罪 改了叫做反革命 反革命就不對了 理得你什麼人 真是為更可疑反 都不對 這樣就死了 而且 還要用殘控的方法 堆死你 堆死你的殘控方法 除了 警戒殺雞 殺雞警猴之外 還有滿足了一些 人性上的黑暗面 即是說 他有權力 我可以 好像一隻矮那樣 捏死你 我又可以 慢慢逐步欲割你 為什麼我能夠這樣做呢 因為我有權力 他登上權力的模糊的寶座 他就拿著那批殺人刀 慢慢使用 有權用盡 為什麼他不用呢 為什麼要用盡呢 因為下一分鐘 是不是他可以拿一批殺人刀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可能那批殺人刀 被別人拿著 就割了他 你以為田漢做了什麼 這麼大逆不道 這麼大逆不諱呢 只不過 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 毛澤東的老婆 江青 這個是私人恩怨 當然 就是私人恩怨 就是一個私人恩怨 可以批鬥到他 在獄中失禁 還要被獄櫃 監獄自己的尿 是很慘 其實是因為江青要田漢 把一首紅色娘子軍 改成京劇 他改了七次 就是因為這樣 江青就不服氣了 就覺得做什麼事 我的事情不夠好嗎 我說要這樣就這樣 就因為這樣 所以如果你知道 我經常都說不要緊 你要建制無所謂 正如你在港台的節目 都有一個人 據聞他的背景是建制的 但我也挺喜歡聽他的 因為你建制 你擁護共產黨 或者你是補鑊 都不要緊 你不要說那些很膠 很廢 很白癡的事情 你可以有理有節 這樣告訴他 因為今時今日 你沒有第二個執政黨 如果現在共產黨倒下 的話 的確會四散 會亂 你有理有節 這樣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人永遠都說廢話 你跟他說中國有什麼不好 他就跟他說美國 你跟他說香港現在很多問題 他就說因為 這幫人是廢青 廢 你跟他說文革的八九六四 他就說現在是2016年 正式歷史 你這個 還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以前我們會讀到的 讀書會讀到的 現在香港是不會教的 這個叫做 謀論 謀論論 就是這個世界 在邏輯上有很多謀論 這個謀論是似是而非 我們近時有一本書 現在這本書 在英文有賣的 中文我不覺得有什麼 這本書叫Informal Logic Informal Logic 我們就知道 就是三段論式 李士多德那些 形式邏輯 但有一種叫Informal Logic 就是 並不是形式邏輯說的 就是從這個世界 很多 我們現在都會指出來 很多語言藝術 是 偽 當然 還有很多是似是而非 或者偷換概念 剛才你講的那個問題 我講東你講西 那個叫做另外一個 轉移視線 轉移視線 或者叫做 不相干的搭配 他講另一件事 你現在講狗狗狗的貓 大家的蘋果和橙 大家是靠不到的 沒有相關 沒有類比的原因 又沒有因和果的關係 但是他把他拉起來 好像就有關係 他想轉移視線 他以為他講美國不好 我就會被他帶走一個話題 而且 不要聽俗的講句 在這些台語可以講 叫射咪 射咪 叫射咪 就是射咪 這個叫射咪 這個叫射咪 這個叫偷換概念 這個叫不相干的因由 但是 因為香港是不教這些東西的 是沒有這樣的觀念 從小到大 老師不會跟他講 我們老師好 我們那時的老師會講 這個就是貓 這個就是不相干 現在不會說 他不認識這些東西 他以為自己 認識了 很多時候 你那些 跟你反播的朋友 他們學而不思 或者思而不學 兩種人都有的 或者更加恐怖 他根本就是向利益看 而利益未必是錢 你知道有些人說 我的朋友是政協 我的朋友是人大 你的朋友也是政協 不會是這樣 但我不會是這樣 但他覺得這樣 就很光榮 有些人覺得 偷到光 當年一樣 當年如果 你的朋友 有一個荷蘭水蓋 沒有 哪怕他只是MBE 那麼大 但他都覺得 應該叫做阿sir sir什麼鬼 他爵士都沒有叫阿sir MBE很小 爵士可以是阿sir 可以扔了 英國人什麼都叫阿sir 你外出吃飯 那個時仔都叫你阿sir 是阿sir 但問題是 阿sir不是代表什麼 你現在叫警察做阿sir 又不代表什麼 叫阿sir 但你不是Sir Winston Churchill 沒錯 你不是真的阿sir 他用了普通的意思 不是用專有的意思 所以現在的人 因為他向利益看 以及歸父權勢看 他不知道後面還有一些 比較重要的道理 他不用理性 不懂得思考 他的思考就是一個方法 就是如何接近利益 如何接近權勢 我們剛才說的四件事 明、利、色、權 現在這四件事 反而是權很重要 是 明、利、色 都未必那麼重要 因為有權就有明、利、色 沒錯 他不需要特別去找 送上門 要不要找女人 那個女人有權 這方沒有嗎 現在你看 裡面那個有權的人 權力人士 有幾多美女 有幾多片流出 有幾多片流出 還有 有個樣子衰得 眼睫雞 還有那個有權的人 不是太聰明 有幾多片流出 這麼豬頭餅 都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那你要 愛名、愛利益 更加容易 讀什麼書 是不是 對 所以那個小女兒說 她的志願做 貪官 是有她的傷心地方 有我們聽到傷心的地方 不是,她的聰明 很清楚 所以我說 香港應該發展到一個階段 人們瞞著眼睛 亂說話 而說到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而說出來這件事是 土人厭兼黑人爭兼野人笑 我覺得能律到這個地步 這個地方都很悲 而且經過大腦才說 說真的 這個世界不是個個都蠢 雖然香港講諸的確是多 但不是個個都是白癡 有人是會分到的 譬如你郭榮鏗走出來說 楊岳橋走出來說 還有那個吳海宜 大家都是得罪點說 有這麼多年紀的女人 你到底想死後被人罵名千古 還是你想再生的時候被人尊重呢 你自己選擇 所以 一個地方 有人說 國之彰王必有妖孽 妖孽不一定是那些鬼怪 像Halloween那樣出來 那些鬼 建制派 不一定是這樣的 而是可能是一些妖孽的說話 一些聽完之後 大家一定是很外異 但人們未必知道怎樣去 說回贏他 或者有些人不想說贏他 或者有些人 算了吧 他說而已 有就這樣說 這些可以使得 剛才你那個情況發生 慢慢你退一步 再後來就會退十步 再後來當作這個說話是真的 再沒有這個說話 覺得香港沒有三人分立是錯的 變成說得多就對 視所溫而已 變成對 哪個難流出來說一句這樣說話 那裡有可能是幾張 你的大廚經回來還未頂 所以危險就是這裏 說一多就會變成真話 所以因果關係 即使他不是很直接 他有間接的關聯 那這些毒 我們就叫做妖孽 這些是在下毒 是一些 吃了你都不知道 感受了你都不知道 或者使你無形之中 慢慢在你的腦袋裡洗光 更慘 比當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因為這個讓你公開說 大把人說 真的不在乎 大家身邊 聽聽的聽眾 你們身邊一定有港珠 你會發覺他們是真的 因為不想思考 不思考之餘 還要是沒有好奇心 剛才所說的 就是不想知道 為何會這麼亂 為何議會裡沒有發生這種事 為何梁正經上台之後 香港急劇 有這麼大的變化 又不知道歷史本身 你要看最壞的事 不是在看好事 因為 你有好奇心 你會想知道 你會想知道 但今時今日的教育 雞精教育 就是 大佬考什麼 當然是讀什麼 近時還有 你會說 這個朝代輕衰 利弊 有什麼不好 好與不好 現在 不會講的了 就是歌頌 五星期飄揚 歌頌多於譴責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譴責 就沒有進步了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星期見 拜拜